我們2003年的沙士都頗快 很多事情都被淘大花園發現有事 就立即封樓、封村 雖然那時很多人吵吵閉 說你為何要困住我 但有時在自由和公共衛生之間 真的要有取捨 要有平衡 我們也知道當年2003年 沙士除了醫生、衛生署、醫療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之外 原來警察也有份幫忙 用他們的智慧、超級電腦 去幫我們找病患關聯、蜘蛛網 警隊的社交網站 其實有條片介紹他們現在的超級電腦 當時2003年開始 本來是用來捉賊 現在就運用在捉細菌上 當時我們是用衛生署人手去追蹤病毒 但隨著爆發的情況很厲害的時候 那麼多病人的時候 根本人手都是重設警方的同事 當時因為借調過來保安科 提議會否嘗試用Niamidus這個系統 它是用來追蹤罪犯的 透過Mindex這個系統 能夠令我們知道病人 去過甚麼地方 接觸過甚麼病人 透過這些行動 疫情擴散的程度 盡量將它控制 其實一直到現在 這個系統都有幫忙 所以我們就不如找到我們警察 刑事部負責刑事支援的 施金梳警司 施Sir 跟我們聊聊天 其實這個坊間俗稱的超級電腦 真正的名稱 是重大事件調查和災難支援系統 簡稱英文是Mindex 其實是警隊一套的資料管理和分析的電腦系統 如果社區上面有傳染病爆發的時候 其實警隊都會跟衛生署保持很緊密的溝通 因應衛生防護中心的評估 以及要求之下我們會啟動Mindex的系統 去追蹤一些病毒的傳播鏈 警方會把這些資料給衛生署進一步分析 讓他們可以更有效地採取一些適當措施 去控制疫情的散播 會不會好像查案一樣 例如你都要問問那些人 你去過哪裏 會不會有人說謊 你又怎知道他們說謊 其實追查傳播鏈和查案 都有些類同的地方 追蹤的方面 警方會協助找一些叫做高危的傳播點 或者一些懷疑感染的人士 其實查嚴重罪案都差不多這樣 其實主要是查出案件的黑點 資源的疑犯是什麼 其實我們除了用Mindex的操作人員之外 其實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警方都會派出總區那些認識部的人員 協助一些進行追查 這樣會用他們的專業知識 加上他們擅長的調查技巧 包括什麼呢 就是他們查新的技巧 去現場核實的資料等等 從而去幫那些確診者 或者其他人士去重建他們的記憶 曾經去過什麼地方 接觸過什麼人 接著我們就再進一步的調查 或者我講一個例子 關於一個即使司機的個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名的即使司機 其實在2月份發病 其後就確診了 由於他都不太記得自己再拍的行程 都沒有使用過什麼的即使台 或者手機的程式 所以在追查接載什麼程度下 就比較困難的 其實我們都叫派了我們的刑徵的同事 去幫助這個追查 在即使司機提供資料裏面 向很多人作出一些查問 我們都翻查一些閉路電視的資料 最後其實我們成功 即使司機重組他的行程出來 結果都追通了26個 是在3個陸路口岸區 凝乘過該即使的人士的 這次幫忙找了多少 用超級電腦找到多少人出來 根據我們的資料 其實系統運作資料金 其實我們已經避傳了超過 98,000份的數據裡面 當中包括了超過7,600名的確診者 其實為了協助調查了65個個案 或者是群組 辨識了超過3,500名的隱藏接觸者 我們都知道這個系統 就是在SARS的時候開始使用 到現在這一代 即今次新冠肺炎這一代 其實那套東西是不是不同了 更新了 MIDAS 第三代系統 已經在2016年推出了 同時取代了舊的系統 這個新系統強化了 加入了很多數據輸入的工具 以及更方便使用者的介面 有效增加我們在偵查 複雜的案件 以及管理災難事件的效率 與之同時 其實這個系統 生育系統也引進了一個叫做 傳染病感染追蹤的功能 跟輪見 人類伺有很多 當你說的 據好